真的是 他最後在那個PORCH的時候跟他對話 然後點出那個搶匪點出對方的好號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地方是非常珍貴的 使得他告訴他 他不是上去了以後又跳出來 又跳下來說我有多少錢我要給你 然後第二天他出去的時候 他又告訴他要出門的時候告訴他幾點幾分有車子 可是在這之前他想到的是我要跟你去搶 那我覺得他在那個晚上就禮拜五的晚上跟他講說你的好處 他說他沒有看到他講出他的好 讓他重新又對自己的價值又重新的認識 所以他才覺得說不要去 你不要去搶吧 我覺得那一點也蠻經典的 對 不過人是非常極端複雜 因為這裡面還有很多很複雜的一種層面 各位看電影的時候應該從這個角度 就是那個Vivian出現的時候 就是那個女人已經年紀很大的出現 這是一個關鍵的 為什麼突然之間出現這個人物呢 因為這個維維安這個女人 她事實上是看過太多世面 太過世面 當然她跟這個教授裡面 她交往了15年 你想她可不可以幫她娶她 其實她是希望她能夠娶她的 那教授裡面她不娶她 不娶她兩個人大概是 以這樣的生命形態裡面 認為這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可是平常裡面大部分都是說 只要經過這一次 其實他們過這種所謂感情上面的 一種交集裡面其實是非常非常淡保的 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晚上其實是 那個教授裡面是大概是最興奮的 因為她認知的 說原來有一個女人裡面這樣對我的 你為什麼不愛她 其實我是愛她 那我為什麼不認真的去愛她 認真的去做呢 但是問題是做完愛以後 當然這些戲我們都看不見 她就躺在床上 其實她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 沒有睡覺裡面是 但是我如果真的是愛她 可是我明天要面臨的是一個 生死交官的地方 所以她整個晚上 當然她也知道 這個威威安裡面 她跑去看那個誰 看這個搶匪 但是在搶匪看來 這個女人裡面她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中肯 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她年輕的時候 她不是講得非常白嗎 像你這種 我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樣的人 是那個教授看不清楚 但教授不是看不清楚 教授是渴望變成這樣 其實她是潛意識而已 我會坦白講 如果她答應她說 好吧明天你去搶銀行好了 請問教授會去嗎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她年紀已經大了 我們潛意識當中 渴望的東西 不見得會去做的 是羨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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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所以她最終不會去做 但是這個 某些角度裡面 羨慕到了某一個年齡的一個情勢的時候 她也不可能去做 就是威威安 所以威威安也不是 你說教授不娶她 她也有她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威威安也不是只有教授一個男朋友 所以她說她就走過來跟她講說 你這種人其實我看多 我也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也在想什麼 但是很多女人都被你們這種人 這種人又壞又壞 為什麼女人都愛上這種很壞很壞的男人 如果是以前 也許我會 但現在我不會 為什麼你不會 就年紀大了嘛 年紀大了 現在已經那個想法 想是想 我們有時候是有一種想法 內心潛意識的東西 有很多的一種想法 不一樣的一種想法 但真正離座 離座 那是色受想行事 那個行跟想 那也有一段距離 我們講說人生裡面 人間裡面叫什麼 色受想行事 無運 你做跟行 行跟事 就是事 那離別離得太遠 所以人生裡面有時候 到達一個階段裡面 要重新再去評估那些事情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裡的話 請你再從那個 維維安裡面 三個人的一種互動關係裡面 所以他只有出現那一次 那一場其實 就在解釋一個三角關係 一個三角關係 他說你說當作我沒說好 其實說 他有問他喔 直接有當作你愛他嗎 你愛他嗎 但是他就後來他說 你很少問的 他說你不會問人家的 他說那當我沒有問 其實說愛 如果現在說愛 未免太晚 那之前愛不愛 那愛就不可能結局吧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矛盾 這也是每個人內心當中裡面 因為我們彼此之間裡面 掌握不了現金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羨慕其他的東西 所以也就會讓我們迷失的自我 有時候人生裡面就是 在這個矛盾當中裡面 不斷的往前推進 但到最終的時候 要回頭裡面 有時候會比較慢一點點 但是其實不用擔心這些東西 掌握當下裡面 其實我認為就已經足夠了 來 還有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那兩個人為什麼出獄 那就是那個可能 他會出現 就那個馬克思 會提早出獄 警察跟他談妥的嗎 他會提早出獄 然後一直說 那你出獄 去把那個真正之前的那幾個人 很重要的人把他逮住 要不然他會提早出獄 馬克思突然 這個台詞 他就已經交代了所有 然後又請了一個人 那個色陀 那個根本就是 他們就是一伙人 要不然要偷車 然後那麼容易 我這樣慶菜有沒有 馬上就有一輛車子偷走 那輛車擺在那邊 然後第二天都沒有報案 對不對 他們這個當然都是一些詭計 所以 他們這些人都很敏銳 很敏銳 要作案什麼東西 不太對勁 這一次好像不太對勁 不太對勁 但是那個 經不起那個馬克思 不但得去慫恿 做嘛做嘛做嘛 做嘛 就這麼簡單 就像那個磕什麼 那個 那個 進去那個電影院裡面 不是那個 有爆米花 就像爆米花一樣 你吃一盤 就這麼容易啊 為什麼不做呢 但是事實上 越是容易的事情 不見得是 好 還有嗎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這部影片到這裡 好了 我提醒一下 現在下個禮拜是 我們休假 很難得的 就讓我們這個聚組 我們這個組裡面 可以休息一天 這樣子 剛好因為連續假日 所以下個禮拜沒有 所以 在隔一週裡面 我們再繼續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